再來 這一位就是我們常常講到的 是彌陀化身 淨土中的宗主善導大師 我們翻開第81頁 我們看 這說明 阿彌陀佛的本願就是根本願力 每一尊佛都有自己不一樣的本願 那阿彌陀佛的本願是什麼呢? 阿彌陀佛的本願就是專門 攝取念南無阿彌陀佛的眾生 要問為什麼? 就是因為 阿彌陀佛的本願 阿彌陀佛當初發願就是為了攝取照顧念佛人的 所以各位 我們念佛人真的很幸福啊 因為 阿彌陀佛就是為我們成佛的 阿彌陀佛就是為了互念我們念佛人而生 再來 善導的祖師又說 亦不令諸惡鬼神得變 一無狠病 狠死 狠有惡難 一切災障 自然消散 我們念佛人就會得到 觀音世之大菩薩和一切橫河沙諸佛共同的互念 簡單來說 你就會得到一切諸佛菩薩的互念 既然這麼多的佛菩薩會互念我們念佛人 所以 一切的惡鬼神 一切的災難都會遠離我們而去 有些人因為說 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 就只會得到阿彌陀佛的互念 其他都沒有了 殊不知 我們念了南無阿彌陀佛 一切諸佛 菩薩都互念的 都具足了 你看 其他法門要拜八十八佛啦 拜萬佛啦 但是 都不如念南無阿彌陀佛一句 因為念了南無阿彌陀佛 你可以得到橫河沙一切諸佛的互念 各位 橫河沙是河水里面的沙 河里面有多少沙 就有多少尊佛來互念我們 簡單來說 就是無量無別 一切諸佛 都來互念我們念佛人了 那你單單八十八佛 萬佛 又怎麼能夠比呢? 所以 各位 念佛真好啊 你念了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就會得到一切諸佛 菩薩的互念 所以善導大師就講出了一個結論 就接下來的法語 我們看 善導大師說 今天你不管是什麼法門 都很好 都是善法 沒有一個佛法是不好的 但如果說你跟念佛 最高無上功德來比較的話 其他法門就完全不能比了 所以今天要為農曆青年祈福 真的 最好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 念南無阿彌陀佛是善中之善 福中之福 這些都是淨土宗祖師從經典裡面找到的真理 不只淨土宗的祖師 連歷史上都為的大德 也是這麼善嘆念佛的 所以最後 第86頁 以祖師善導大師的普勸文作為總結 普勸有緣 常念佛 觀音大事為同學 若人念佛 仁中上 願得同神諸佛家 善導大師就是以念南無阿彌陀佛 普遍勸一切眾生的 不是看到這個眾生勸一個法門 再看到另外一個又勸別的 不是這樣子的 是普勸有緣 常念佛 看到一切眾生都勸念南無阿彌陀佛就是 不是 現代人說普勢價值 那善導大師的普勢價值就是勸念南無阿彌陀佛 因為大師說 只要念了南無阿彌陀佛 觀音世智大菩薩就是我們的同學 同學就是各位同一輩的 因為我們的依靠 我們的慈父是阿彌陀佛 那觀音世智依靠也是阿彌陀佛 那當然 觀音世智大菩薩就是我們的平輩了 只是他們是我們的大哥哥 大姐姐 大前輩 大前輩觀音世智菩薩會照顧我們 就像這個老哥哥 照顧小弟弟一樣 所以 如果能夠念佛的人 就是人類當中的上上人 哇 你真的是高人一等啊 當然 這個不是分別執著 今天如果人人念佛 人人都是高人一等 都是平等的 那最後的結果 肯定就是到十方祝佛的家 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那這個是最吉祥的了 要靠阿彌陀佛願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導大師所開創的淨土宗 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響最為廣大 持久 深遠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納百川 成為各宗共同的歸宿 作詞・作曲 李宗盛